我一直觉得吴亦凡这个人很不错 说话算话 你看他微博的原话 如果有选妃右肩迷奸等行为 请大家放心 我自己会进监狱 吴谦老师承不起我 果然就进去了 而且警方通报的是 吴谦因涉嫌强奸罪被刑事拘留 注意是刑拘不是民事案件 那基本上都美竹所描述的 吴谦以招聘来选妃右肩的罪行 是板上钉钉了 大家千万别觉得 这事离自己很远 就看个热闹 吴谦虽然进去了 但是他背后的招聘团伙 可能还在逍遥法外 而他们瞄准的 就是那些涉事未深的年轻人 哈喽各位同学 我是带你凑走摩依的师兄李懿 今天师兄就顺着这条 吴谦选妃的瓜 给大家好好拔一拔 吴谦背后可能存在的招聘团伙 以及现实中 瞄准咱们的招聘陷阱 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免受其害 咱们通过警方的通报 和都美竹的描述 简单梳理一下吴谦犯的事 吴谦经纪人冯保 以MV挑选女主面试为由 交请都美竹参加聚会 随后吴都二人学起了英语 我也想学外语 多学一门好啊 当然都美竹应该是 稍微忍受了一下 体验极差 随后反手在微博 给了吴谦一个查评 但是都美竹并非个例 吴谦同一时间诱骗多位女孩 一起来学英语 用日理万机来形容他 一点都不会过吧 当然如今被抓 希望他可以劳逸结合 毕竟8月吴谦的行程表 都已经出来了 粉丝们以后再也不用抢票了 网友们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 吴谦要是发动被弄技能 撬索越狱怎么办 但是师兄觉得 毕竟撬索也是个技术活 他可能坚持不了这么久 玩笑归玩笑 但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是 就是这个以打着面试为由 为明星选飞的团伙 显然不仅仅发生在 都美竹一个人身上 早在2020年 心惊爆就爆出 某著名的招品平台上 多家公司以招品秘书助理为由 实际涉嫌情色招品 听着这露骨的言论 幸好还是有准备的记者 万一是涉事未深的学生 你想脱身都难 当然这件事之后 各大招品平台也是决心整改 但是有乱象 自然有市场 谁又能知道 他们现在又披着什么外衣 在干着苟且的勾当呢 所以想找工作的同学 一定要警惕 看到这里可能有同学说 看来情色招品都是针对女生 幸好我是男的 哥 居小了 你以为就没有富婆有需求吗 等等 你那一脸阿姨我不想努力了 是怎么回事 玩耿归玩耿 小老弟 这里的水很深 我怕你把握不住 还是劝你早早的打消念头 那可能又有同学要说了 情色招品都是看颜值 幸好我长得丑 哥 居小了 就算是你长得丑 你这个人还是有利用价值的 师兄刚毕业找工作的时候 就碰到了一次 对方公司岗位都很正规 也不是那种软色情的行业 具体公司我就不提了 但是自从我上传了简历 他们就不停地邀约我去面试 好像他们一直在招人 毕竟我是个大男人 深正不怕影子鞋 果断去看看 但是没想到 面试一次就通过了 但是对方说 公司的入职制度比较严格 女性要先学习一个月 需要缴纳报名费 课程费 一系列七七八八的费用 好的家伙 同学们应该也能看得出来 他们是怎么挣钱了吧 等你学习完 觉得转世就把你开了 这还只是简单的课程骗局 更有甚至 直接引用你出国挣大钱 当然不是叙利亚暑假工 现在国内对海外市场的发展 确实不错 但是如果身边海外的岗位 千万要警惕 不要被高薪高福利给欺骗了 听一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简单的就是出国前 让你缴纳一大笔费用 更严重的 直接把你卖出国充当苦力 2017年 杭州中院就判决过一起 涉嫌近2000人的出国物工诈骗案 当然我说的不是猪一蛋 花钱买个教训 这还都是小事 最可怕的招聘陷阱 还是陷入传销组织 2017年 从东北大学毕业的李文星同学 还是在某招聘平台上 找了费IT的工作 而这个看似很正规的 北京科兰科技 就是一个传销组织 不知情的李文星同学 被骗去天惊入职 没想到一去不复返 这还只是我们看到的招聘陷阱 谁又能知道 这看似繁荣的招聘市场之下 就有多少个眼睛 在瞄着我们这些 赤识未深的求职者 所以各位同学 在求职面试的时候 一定要警惕 大家可以把你碰到过的招聘骗术 打在公屏上 希望可以给其他人一点帮助 师兄也给大家总结了 三个必须要注意的点 一 求职时尽量选择 有一定知名度的公司 优先到对方的官网投递简历 如果是第三方平台的公司 请一定要查一下 该公司的工商信息 如果还不确定 也可以到各种论坛上 去了解一下 对方公司的情况 因为如果是正规的招聘 那势必会有前辈 接触过这家公司 二 面试时 一定要警惕偏远的面试地点 提前把自己的行程 同步给自己的家人或朋友 面试过程中 要注意观察对方的公司环境 如果是很轻松的通过面试 要警觉对方是否真的需要你来工作 适当条件下 也可以选择录音 有备无患 三 入职时 首先要判断对方的入职流程 是否合规 一般是提交资料 办理入职 签合同 如果有其他的非必要流程 一定要判断一下 是否合理 再者 劳动合同也是做手脚的好地方 不但你要详细阅读 最好还是拿给家人 或者有经验的前辈检查一下 当然 求职的工作流程非常复杂 师兄也只能给大家 其实几个关键的要点 防卫度鉴 最重要的还是 大家要有警觉意识 事出反常 必有妖 确实 在追求利益的道路上 牛鬼蛇神 骑上阵 姿美汪良 使阴招 我们不能只期望于 坏人能良心发现 更不能只依靠 招聘平台的规则和监管 只有我们自己擦亮眼睛 提高防范意识 遇到骗局 及时向警察出出报案 唯有这样 才能不让坏人有机可乘 希望大家可以把 警方招聘陷阱 打在公屏上 来提示更多的同学 招聘陷阱 其实就潜伏在我们身边 好了 我是带你厕所 墨浴的师兄李一 截止到视频发稿 师兄还发现 无谦的粉丝 居然组建了一个救援群 你们可真行 聪明的已经去考狱警了 傻不拉几的 还想以身试法 师兄的这期入职指南 就是希望通过无谦的事 给大家好好 拔一拔招聘的陷阱 也给这些脑残粉 敲个警钟 人家天天在那吃炒粉 你们还铁着头往里送 同学们 如果这期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 一定要点个赞 这会让更多的同学 欢迎关注我 每周带你了解 职场必备的技能 咱们下一期 来聊一聊国民品牌 红星尔克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在下礼仪 后会有期